在比特币和以太币的价值在隔夜交易中飙升后 作为美国交易量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在本月强势反弹 短短几天暴涨了30% 加密领域的情绪变化是否是昙花一现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自去年11月达到360美元的历史新高以来 Coinbase已下跌80% 市值缩水480亿美元 利率上升和股票溢价增加导致成长股受到重创 比特币价格暴跌60% 以及其盈利结果和22年低季度的15.8亿美元现金流失 是导致Coinbase暴跌的主要原因 Coin将如何发展主要取决于加密市场的发展 这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到目前为止 我们了解到的是 加密不是对冲股市下跌的工具 它的多优化优势在过去被大大夸大了 自今年初以来 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18% 而BTC下跌了54% Coinbase下跌了75% 比特币的抛售是由两个主要因素造成的 一是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 为应对通胀加剧而表现出鹰派态度 其次是许多加密货币公司的短期负债 与长期非流动性资产不匹配 导致杠杆率过高 在算法稳定币Terra 5月份暴跌至接近于零的水平之后 引发严重的流动性问题 最终导致加密公司Celsus 三件资本和Vilger破产 但在随后 Coinbase 7月20号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 公司对Celsus三件资本和Vilger Digital 没有融资敞口 没有从事这种类型的高风险贷款操作 声明发布后 Coinbase公司股价上涨了16% 其次 比特币和其他主要加密货币的上涨 也是Coinbase股价飙升的主要原因 周初 交易中BTC一度飙升至22,800美元以上 其原因是投资者对全球经济 央行货币紧缩 和今年夏天晚些时候的以太坊合并的乐观情绪 小幅复苏 并且该公司拥有60亿美元的流动性安全缓冲 这应该有助于它抵御接下来的高波动 总而言之 Coinbase的股价是否还会持续上涨 并不能孤立地看待其进一步的价格发展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前的宏观发展 例如通货膨胀 政治不确定性 乌克兰战争的持续时间等等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悉尼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-9188-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